拉起封锁线 台东加入兰休憩区 仍有不少游客滞留 海巡队一一劝说 台风来袭 东部海岸可能面临8到10级强阵风 和6到8公尺巨浪 海巡人员加强巡逻 避免民众进入管制区域 确保人员安全 本队同步派遣 26车 70人 前往辖内 各水域游汽热点 执行劝林勤务 滨海村落开始逐一广播 村里长加强安全宣导 台风期间 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经欠岛未配额离去 最高可以挖25万 台东县内各海岸地区 及港口划定为管制区 欠岛仍未配合 仍以违防灾害反救法 含送台东县政府采反 25万元 台风逼近 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 已发布水域及暗计限制公告 同时 绿岛蓝宇往返船班 停使三天 民众应及时做好防灾准备 大约新闻综合报道 大约新闻的资金